我看不到你们对料理的热情了 请大家抓紧时间 1,98下去的时候 哄我一下 但是我没乱 我国外盖了一下 盖灭了 刚才你的这个锅子好像起火了 怎么回事 人不稳定 人不安静 你紧张什么 你现在说话嘴唇都哆嗦 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那个吧 有点紧张吧 难道你对你自己没有自信了吗 我有自信 那我们拭目以待 一刀 是怎么做的这个 一个是凉拌鸭皮 配菜是一个鸭腿 这个卤的 我自己觉得有点过头 有点苦味 可能有点焦了 焦了是吧 焦了 做什么今天 今天做一个西瓜根 西瓜炸出来的汁 然后进行煮 再放上瘦肉 再放枸杞 我之前没有做过这道菜 我觉得现在走的每一步 都是对我一种挑战 在挑战之前 西瓜炸 你今天不要再出状况了 我看你做菜我很担心 风行很大的 没有问题 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最差的 最差的 莫过于怡涛做出的那锅莫名其妙的汤 我不知道你怎么走到这儿来的 最要命是你的态度 非常失望 我认为这道菜 根本不是我的水平 我的水平远远在这之上 于涛今天被骂 我觉得是 他活该 就烧着 一头呕吐出来 下一位于涛 走嘞 评委上次对我的一些点评的话 我是句句都记在心头的 然后今天 我就按照之前想的思路来做 我觉得这样挺成功的 这次的菜叫天南地北 这个叫酥扇 这个是酸甜口味的 旁边那个是辣的 如果按时分来就算 我可以有八分 凭什么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说老实话 这道菜 跟你上一个环节 确实是天南地北 来 这个菜 可能可以取名叫 绝处逢生 但是这个生命迹象 还是比较微弱的 你这个辣的做法 完全不行 那你左边的 按照这个杭州菜的做法 聊有心意 我也不怕评委说不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那个菜还行 于桃 今天你看起来比较专注 对 你总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你的食材非常浪费 今天是不是又重蹈覆辙 没有 这是用来煮那个的 粉丝的 龙虾 你把它剁碎多可惜 口感都不一样了 这个我上面是扇贝 粉丝上面放扇贝 你这个汤干啥你 煮粉丝 汤煮粉丝 然后在龙虾肉上面 那个龙虾肉再取出来 所以你龙虾肉是不吃的 那取出来割哪呢 割粉丝上面 割粉丝上面 扇贝割哪呢 扇贝也割粉丝上面 那这你跟我形容一下 这是为什么会有 这么奇怪的想法 它出来会什么样子 你摆盘会什么样子 我可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我告诉你 你也想象不出来 哎呀你你告诉我 我也想象不出来 我怕你还想象不出来呢 我那个意思呢 就是让粉丝啊 吸收龙虾那种鲜味 然后把龙虾的鲜味啊 那个体现在粉丝里面 然后在上面放个扇贝 你看 你看这谁的龙虾头 搁在这儿 这就是我们 于涛同学的龙虾头 里边太倍多的肉 你看 他还是这个毛病不改啊 这个太太浪费了 你看这么好的食材 龙虾头我就直接切 放在里面 因为 哎 当时也没 没怎么那个高兴管它 到后来做好 因为我真的想 自己吃的这么贵的东西 还能这么做呢 那个鱼涛 又让我痛心疾首 怎么 他把一整个龙虾头 丢在水槽里 一整个龙虾头 涛哥 报告 那个灭火器 先放一下啊 这有点危险 你看那个温度高成这样啊 这是糖 不会早 但是我们也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 今天有三位选手 将进入下一轮的压力测试 第一位就是 刘继杰 我来公布第二位 对于我来说 我迟早都是在新亚历赛的 晚进不如早进 余涛 我觉得余涛能走到今天这步 已经是非常客气的了 经过长远的观察 看来他不适合做一个厨师 他太浪费了 我觉得他一直在态度上面 是有问题的 很多事情比较吊铃铛的那种 余安兵 来吧 余涛宾呢 就是紧张大哥嘛 心理素质上面 我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今天 还有两位伙伴一起 跟我进了压力赛 我觉得刘俊杰的基本功 还是会差一点 刘俊杰 于涛 余涛宾 将接受压力测试 你现在做到哪一个步骤了 我还在清理炭的这个 你还在清 太臭了 我怕待会吃起来不好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肠子 一定要洗干净 一定要把味道去掉 处理的怎么样现在 余涛 我先用淀粉和盐把它搓了一下 然后再把它洗干净 接着泡肠 泡完之后 我现在准备焯水 焯完水我再放进去 所以你非常肯定的 那个去腥的动作是正确的 然后套也是套得很正确 你吃大肠什么感觉 就是有点滑滑的 糯糯的 挺好吃的 如果烧得好的话 没有味道挺好吃的 大家给我加个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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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 想 这是哪个步骤 已经压好了 我先闻一下 这个不好弄 这个不好弄 如果味道去不掉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你是第一个出锅的 祝你好运 好吧 谢谢 我可以跟你握手吗 没问题 来 加油 哇 可能那个汤的味道有点重吧 我觉得那个汤可以用 因为那是卤水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时间到 请你们端着自己烹制的九转大肠来到前面 加油 加油 九转大肠做压力赛试题可谓是开赛以来最高难度 鱼汉冰 可以先把你的那道九转大肠端上来 紧张大事鱼汉冰 几次却出人意料的却顶住了压力烹饪过程井井有条 在做出嘴吹大肠这种自我牺牲之后 他的菜品能否给评委一个好印象呢 自己觉得怎么样 你要去 我觉得你不太自信 鱼汉冰 你的这道九转大肠从外观上来看 还原度确实是不够理想 从这个滋味上来说 我看你在烹饪的整个过程当中加重了很多的料 可能你在前面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有点祸头 所以反而大肠原来的那个味丧失的会比较多 整个的调味的过程当中 他的滋味还是不错的 进入压力赛 有别于以往的漫步精心 今天的鱼汉展现出从未有过的认真努力 他能否做到速度与品质的完美统一呢 你自己尝了吗 你自己尝了吗 感觉怎么样 我去服了大部分的肠的腥味 但是我保留了一部分 我觉得保留了一部分肠的味道 才知道你吃的是大肠 你是有意把它保留的吗 是清洗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部分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是故意的 中文字幕转发。 咱们 来到水晴 喝是不是 差不多 梅 在哪 什麽 余涛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厨子 为了你的父母 你今天在去星的过程当中 你疏忽了对不对 因为你太自以为是了 当一个厨师过程最重要 没有所谓的过程是没有结果的 你好好思考一下 余涛 现在你必须把你的围裙 放到你的料理台上 呼啥 好好看 我觉得我就是来啊 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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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 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各位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爷爷们 支持我们 我叫你到 这家所估计四个小班村里 我想当里面做一个刀工表演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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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一二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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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我怎么经历的 今天做一个十八根 十八大权的枝 因为我在这里我已经付出了 而且我也已经尽力了 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知会吧 我觉得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而且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成功